现在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一路狂飙 当下买车 不说要买个绿排 至少也得是个混动吧 而就在此时此刻 大众居然还在更新他们的纯燃油发动机 这台第二代的1211.5T EVO 那大众把它形容成 未来十年小排量发动机的一个中流砥柱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我们先来看看这台新款探戈 它开起来到底怎么样 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买油车好像成了一件很落伍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买车千万不能人云亿云 毕竟中国有这么大 每个人的用车的习惯和需求都不一样 所以千万不要花自己的钱买了别人喜欢的车 新款探戳探戈 现在是可以来选择第二代的1211.5T EVO的发动机 它的尾标也变成了300TSI 那就账面参数上来说 它相比起之前的1.4T 其实提升并不是特别大 最大功率118千瓦 最大扭矩250牛米 今天从杭州一路开到高速上 感觉动力的提升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因为配合它的这个7速的干式双离合 整个加速过程都还是非常的爽朗 非常干脆的 所以大众这套小排量涡轮 加上双离合的动力总成 开起来确实是动力表现是不错的 另外这台探戈 其他方面的表现 底盘质感 转向手感 刹车脚感 包括油门 调教都非常的熟悉 就是易如既往的大众的质感 带有一些高级感 所以在驾驶这方面 我觉得大众的行车 通常都不会让人失望的 这台发动机呢 它更大的提升是在于它的能效方面 因为现在欧洲有着越来越严格的排放要求 所以这也使得欧洲的车厂必须提升它们燃油发动机的一个燃效的表现 所以这台第二代的EA211的发动机它是用了一些新的技术 包括可变截面涡轮 双侧禁排器的可变截门证 以及更高效的米勒循环 在这些技术的加持之下 这台发动机的油耗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参加一个节油挑战赛 现在会从杭州出发一路去到千岛湖 在视频最后再把它最终的一个油耗表现分享给大家 咱们不看广告看燎效 因为基础排量从1.4提升到了1.5 所以这台发动机也就和之前本田那台装车辆非常大的1.5T呼应上了 相比之下 我觉得本田可能它要更注重动力的表现 因为那台发动机在关道上已经可以输出140多千瓦 大概接近200匹的动力的输出 而这台大众的1.5T它要更加注重它的油耗表现 在GLCI途中我们来抽空简单聊一聊这台新款探戈 它在静态方面的一些变化 首先它也是遵循了大众集团的一个改款的套路 用上了比较新的设计语言 包括前后的贯穿灯组 一个比较亮眼的颜色 新样式轮圈和新款的R-Line包围 它的整体车辆尺寸还是在4米3出头 所以还是一款比较适合在城市当中来游异的这么一款紧凑型的SUV 车内的一切感觉都很熟悉 除了这块悬浮式的大屏 这个是改款之后新增加的 我比较喜欢这台车 它并没有像IED电动车那样自作聪明的用一些 所谓的追求吸引的设计 比如说简化的车窗控制流 比如说没有空调背光的触控式的空调面板 而这些在这台探科上都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样式 所以这也算是一波反向的也要领先了吧 不过我作为一个资深的反钢琴黑烤漆组织的成员 我看见这台探科还在用这样非常大面积的钢琴烤漆的材质 我就觉得很不能理解 为什么合资车还要坚持这样的设计呢 这样的设计既容易击辉又容易产生划痕 真的很不理解 可以看到这台车也是配备了无线carplay 我们还有51公里的路要赶 所以就先说这么多吧 我们先上路 OK 我们完成了今天的油耗的测试 对于成绩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起码数一数二 就是可能是从后往前数 因为我们该超车超车 该吹空调吹空调 然后也有怠速拍摄的时间 看一下这个记录的里程的信息 总共从杭州开过来 然后有一个环千岛湖这样的一个行程 总共行驶了275公里 平均的速度是52公里每耳时 平均的油耗是6.5升每百公里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官方给到的油耗大概是6.1升每百公里 所以这个程序还是蛮接近的 今天整个开下来 其实有利因素是整个路况都比较通畅 包括高速路和缓路 但是不利因素就是整天几乎都在下雨 然后有一段还下特别大 所以整个车的阻力会比较的大 但是无论如何6.5升这个成绩 我觉得也是表现的挺不错的了 这样一台新款探戈 它有一个燃油车的体验 同时也有一个接近混动车的油耗 有点意思